下载看见APP 穿越历史 看见真相 敌人节 包拯和宋师 这三位啊 是我们现在最熟悉的 古代名侦探 在电视和电影里 他们各个神机妙算 都是犯罪分子的克星 那么假如这三位 生活在同一朝代 那这破案的本事 又到底谁高谁低呢 唐代敌人节 在证实里啊 记载他担任大立司城 断了许多案件 但是呢 大立司城这个职务啊 相当于现在 最高法院的一名法官 也就是说 敌人节其实只做裁决宣判 而绝不是刑侦破案 因为荷兰的汉学家高罗佩 写了侦探小说 《大唐敌工案》 而这本小说呢 畅销欧美 小说里呢 把敌人节塑造成了 东方福尔摩斯的形象 所以我们才会把 法官敌人节 误认为成了 唐代神探 北宋包拯 他是一代男神 但是史书上 唯一能够找到 包拯破案记录的 是在 《宋史包拯传传》中 记载的 道歌牛舌案件 至于 黎毛焕太子啊 怒扎纯世美之类的 奇案呢 都是明末小说 《蒙图公案》中的 杜撰 在历史上啊 真实的包拯 他毕生的经历 并不是在 当地方官破案 而是充当 皇帝的 建官和 财政官员 断案如神 那都是 小说 读者的想象 南宋宋慈 他曾经担任 提点刑律官 这个官职呢 基本上相当于 现在省中级法院的 法官 但是呢 宋慈并不同于 一般的法官 他在职期间 热衷于 解决地方选案 平反民间冤情 而且他办案呢 着重实地检验 还亲自将 多年的断案经验 写成了一本 《戏冤录》 这也是中国第一部 也是世界第一部 系统的 法医学冤录 从我们的中国 流传到了全球各地 可以说 宋慈对世界 行政医学的发展 都影响巨大 我们上面讲的这些 其实才是 真正的历史 敌人杰 不过是一名 优秀的法官 包拯呢 是清廉的 纪检干部 其实只有宋慈 勉强算是 真正的 古代名侦探 宋朝的商业发展 十分强劲 他们在当时 已经成为世界 贸易的中心 甚至开启了一个 属于华夏民族的 大航海时代 这不是怎么回事呢 关注看见 微信公众号 回复 大航海时代 你就知道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